党中央派此人执掌中央特车后,上海谁叛变,没一人不被党中央掌握。 陈云是党内最有才华的人之一,他工人出身,管过工会,管过组织,管过经济,并且还管过党中央的秘密博位,扶监机关中央特车。 陈云掌管中央特车,有多厉害,党内上海只要谁向国民党告密,自首或者叛变,他都能了如指掌,不差好理,叛徒没一个人, 不被党中央掌握,这个本事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陈云是于1931年担任中央特车书记的,当时负责中央特车的顾顺章,向中发先后叛变,周公来去了中央苏区。 陈云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手负责中央特车后,很快就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党内水叛变,告密,自首。 陈云为什么有这个本事? 因为他向上海国民党市党部派遣了一个地下党。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组织部部长是吴开仙。 他与陈云、沈兽亚都是清普仙恋堂镇同乡。 有趣的是,吴开仙是国民党,陈云和沈兽亚却是共产党。 吴开仙破坏中共的手法,就是发动共产党源自首,发展内建。 陈云于是派沈兽亚以同乡身份,找到吴开仙谋求工作。 结果,不明就里的吴开仙,便安排沈兽亚在组织部担任了文书工作。 这样,陈云在国民党最要害部门安插了一颗钉子。 开始,沈兽亚得不到重要情报,后来升任组织科登记员,不久又升为科员。 这样,他就能看到那些秘密去国民党是党不自首的便捷的中共党员的登记表。 于是,发现一个就向党组织报告一稿。 可是,偌大的上海滩,人数重多,如何防止不出现失误呢? 陈云又派人告诉沈兽亚,要他向机向吴开仙谋仪。 一、自首登记表,与一般党员登记表各分别处理和分开保存。 二、自首登记者应有相片存档。 结果,沈兽亚议题建议,吴开仙一一采纳,并且还声调沈兽亚专职保管自首登记表。 以后,沈兽亚定期向陈云报告党员和革命团体成员, 其国民党组织部秘密自首登记者的姓名、职务、年龄等必要时还提供出自首者的相片。 这一工作对于保卫党中央,惩处叛徒起了重要作用。 以此,著名工人领袖林郁南的七弟秘密,向国民党是党部登记自首。 随后,敌人不止他继续与林郁南来往,以通过林郁南与人的交往,把党内领导人一网打尽。 党中央得到沈兽亚的密报后,要求他将此人登记的存底和相片弄出来作证。 结果,沈兽亚果然弄出来了。 于是,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陈云这一招厉害不。 在陈云领导中央特科时期,党中央机关虽然设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但没有发生过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由于工作有方,一年后,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 陈云十年才二十七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